開頭的東西有了啦 所以你當然最後其實是可以把它向下填滿的 有沒有快點兩下 這個我們的那個開頭位置就填滿 然後位置這個也可以把它快點兩下 它又幫你填滿了 所以這個地方再把它快點兩下 底下的話就填滿了 所以你會發現路接到這個Ctrl向下 這邊基本上都OK了 但是裡面其實還是有一些錯誤啦 只是暫時 因為這個公式已經太複雜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其他的那個小錯誤 那個倒不影響結果 所以暫時就不去處理它 那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你說老師 那這個做出來的結果 要多兩欄位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按右鍵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有沒有 那就不影響了 可是如果你假設 理論上應該是乾脆把這兩個也把它合併進來 所以最後啦 最好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其實應該是怎麼樣 把這裡面的這個I2的公式 這邊有沒有 其實就把這邊的公式 放到這裡面來 然後把這邊的公式 放到這個J2的位置 所以本來是這麼短對不對 如果你要把它放過來 哇那會有點恐怖 為什麼因為這個這麼長一串對不對 那當然也不會很難 只是你要非常小心 怎麼做呢 我做的是有一個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不包安等號的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 有沒有 在貼到這個公式的I2的位置有沒有 記得不要選多也不要選多也不要選少 還有呢這個J2有沒有 還有呢這個J2有沒有 再貼上去就好了 OK 但不要做錯 不要做錯一次對 但是做錯就重來 就OK 切一下 因為太長了 怎麼辦 這邊有個箭頭 點一下 有沒有公式 已經繞到下面來了 打個勾 所以答案就這樣啦 這就是最後的答案 但是如果你覺得 老師實在超過我的能力範圍了 沒關係你先做剛剛的啦 OK這個有空在練習 那我是覺得最終你還是非得要會這個啦 因為最後你多兩個欄位 感覺好像就怪怪的 最後呢OK之後的話 就可以把這兩個欄位給刪掉了 這就不必要了 OK 不過你會發現為什麼錯 因為這個還沒箱下填滿 填滿就好了 OK 可以出錯啦 其實它錯 緊開頭嘛 REF就參考 意思是說我要參考的這個欄位不見了啦 你把它刪掉 那我找不到那個參考欄位嘛 OK 所以很簡單 你就把上面的公式 直接像這樣填滿 這樣就解決了 OK 所以 當然 這個如果 你亮葉尾 如果暫時做不到沒關係 你就先這樣OK 我是可以暫時可以接受 但之後你可能還是要 學會怎麼樣把它 把它變成 比較 長一個欄 這個兩個就可以把它刪掉 OK 那最後的話 當然我要畫出最後的一個圖 叫路接道的直條圖 這個直條圖的話就是長這樣子 這樣 就是 只要取 十條就好了 因為這個路好像五百多條太多了 我不要那麼多 所以我直接插入 樞紐分析表 範圍OK啦 然後確定 然後把什麼呢 把那個路接道有沒有 這個欄位 拖拉到列 這麼多有沒有 再把路接道拖拉到直 它幫你統計出來 但是我只要前十 前幾年 前十名 前十名的話就是有不要放在 B4上 然後把它排序一下 利到A 因為太少了不要管 我要找最多的 好 那最多的話呢 你會發現 它馬上就出現了 前十名大概應該到哪裡 到4應該到13這邊吧 這個應該是最多 可是你說老師 那我底下的不要 我只要前十怎麼辦 很簡單 就是直接點列標先隔壁這邊 它這邊有一個篩選對不對 那你只要留下前十項就好了 那前十項在哪裡 應該有看到吧 十裡面有沒有 有個前十項 它就會只留下前十名的 底下至於有多少不管 反正我就抓最多的 至於比較少的 算了 我暫時沒心力去管 也就是說哪邊治安比較不好 那我就哪邊去掉了 壞人多的地方 我就往外壞人 那一樣 警察當然 你不能跑 那個警察跑到都好人的地方 你去抓 怎麼會抓到 對 不然的話 有得浪費那個 警力 所以呢 最後請你把這邊改成什麼 只有留下前十項 那這邊數 當然你前十項不是只能十 這個可以改 我用十項 最後就可以得到一個表 有沒有 馬上知道說 台北市最容易招小偷的那一條路 叫什麼路呢 叫中山北路 OK 為什麼中山北路這麼容易招小偷 這個就不是我可以回答的 OK 因為這個問題蠻複雜的 但是我們至少知道說 這一條路上面 切招案件特別多 那為什麼小偷喜歡偷這一條路 不外乎就是說 一定那邊比較有錢吧 對 你小偷不可能說你跑到一個人家家裡去 然後你偷那個窮的吧 你進去發現 哇你比我還窮 甚至還把口袋的錢還留一點說 算了 你比我窮 我不偷你了 我還捐一些錢給你 但一定是偷那個有錢的人家 所以你會發現 基本上就是中山北 中校東 南京 這都蠻大的路 那最後的話 再把那個圖給畫出來 畫直條圖就可以了 直條圖最簡單就是這個 然後按確定 那一樣的方式就是把它移到 大概第二的位置 然後寬大概移到M 然後大概二十列 或者是 大概二十列左右 大概這麼多 然後最後的話 就是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改成叫做 這個跟這邊 路接到前十名直條圖 就這一個 然後呢 一樣把上面的字改一下 然後大小調一下 OK 那這個圖例也不要好了 因為圖例就放在這裡怪怪的 那最後的話 一樣把這個名稱 改成叫路接到前十名直條圖 OK 那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 產生這個表格 記得表格可能比較會有問題 應該是前十項 只要前十個就好了 因為是抓出最多的 OK 那其實這樣 其實我覺得就已經足夠去凸顯 就是說 那邊的治安狀況了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練習 基本上就第一個 把路接到這個給完成 第二個的話 就是再增加這一個 最後你把它存檔 然後繳交這個作業 基本上就OK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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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